这里是把整只鸭的皮全部都薄片切掉了 所以它会有剩下的这些肉 像北京烤鸭的话肉和皮都是连着的 所以我们北京烤鸭的时候会把肉和皮一起吃掉 这个它只有肉了我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好吃了 这是实话实说 整只鸭子最好吃的就是皮 剩下就是汤了嘛 对吧 行了 那我觉得这一汤也不虚此行 非常非常的好吃 各位观众 看看 哦 电场片 哇 浩浩荡荡来了这么多人 电场来片 那就跟北京烤鸭那个弄法一样 对 哇 三个人啊 晚安 晚安 哇 又把他脑袋给扭下来了 哦 刀也放在这里 哇 这个仪式感超强呀 哇 这边弄好 还有那边 你包的是什么呀 哦 里面有几次包在里面啊 哦 他这里在皮 那边都在包了什么 这边在这里包 然后一个个歪歪扭扭的勺子上面都放上 哇 这个仪式感超强的呀 好 你看 哎 你看 把这次鸭割出了六块腹肌 八块腹肌 哦 这样他都已经散好了 每一片正好是一个 一个卷 哦 肚子里还有料 哇 就是把这个片下来 这就是北京烤鸭的这种感觉 对 就是北京烤鸭的感觉 但是他做的更 我们所说的花样多 哦 疑似感强 对吧 哎呦 还有大饼 哎好 这个里面卷的是什么 它是醋饭 然后中间黄黄的那个是起司 跟黄芥末酱 还有醋饭 那么等于这个不用蘸了 直接吃就OK了 对 它里面已经有酱料了 哦 已经有酱料了 可以 哎好 哇 这个就可以它再片下来 这样 还要卷大饼 啊 八块 它每一个部位就是把它切下来有单独的做法 所以有八块腹肌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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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块腹肌 所以啊 我就在说 宜蘭这里什么都弄成卷 你们发现了吗 对对对对 啥都弄成卷 这里我看它怎么卷 剩下的怎么卷 我看它 哦 这里是在屈谷 有这么多肉的啊 哇 这是鸭胸 鸭胸肉 鸭胸肉 对吧 鸭胸肉 这么厚大它的鸭肉 这边又在卷 这边又在卷 他们都是现场做啦 这个 一只鸭五吃 一吃两吃 这已经是两吃了 我看它这边也有一种弄法 对 这个卷子是绿色的表 我看到了 对 绿色的一条一条条状的 那是第三种吃法 我估计可能那个鸭架最后是油炸 这个我觉得 应该叫樱桃鸭五卷 都是卷的我看 你们那个寿司要趁热先吃 哪个是寿司啊 汤匙 哦 这个是趁热先吃 好好好 那我们就先吃了 来来来老婆 老婆先来 你看 这个它是寿司啦 它里面是 酸米嘛 酸米其实就是寿司嘛 寿司的那种米嘛 对吧 这个就直接这么吃就OK了 算了 我还是闻近一点 哇 嗯 是不是好吃啊 是我喜欢的味道是吧 真的是我喜欢的味道 你看它拍都不要拍了 你敢来拿了 那给你一个 很好吃 嗯 淡淡淡淡淡 一口一口下去 一口下去 喝一点 我们喝一点素 来来来来 怎么样 你是日料啦 日料师傅啦 是跟日料的那个米是一样的 是吧 是一样的啊 好吃吗 对啊 最比的这个 好好吃啊 哎 好 谢谢 哎 谢谢 这个是原味的鸭胸肉 原味鸭胸肉 跟片皮鸭肉肉 那我们的鸭皮是感度三星葱 所以呈现串绿色的 哦 就北京烤鸭的那种鸭皮 然后它去里面 因为这边是产三星葱的 所以它是和葱一起拌起来 所以它是绿的 哦 是这样 五吃这样是四吃是吗 是这个的 这个啦 来 这是三吃 这里是几吃啊 一吃 两吃 三吃 四吃了吗 还没 这是第二吃 第一吃是哪一个 第一吃还没有来 它是乳胃 有鸭舌鸭鸭鸭翅 它是小菜的部分 这样 对对对 那第二吃等于这四道 全是加起来是二吃 没有 只有这一个 哦 只有这个二吃 那么这些 给你们看 哦 这个寿司 这个是第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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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鸭卷三星葱饼 这个是 这个跟葱油饼 哦 这两个 哦 葱饼 对它是第三吃 三吃 然后第四吃 你们是选三杯 哦 三杯 然后三杯 它还有多一个是鸭胸肉 所以这个也算在第四吃里 哦 也在第四吃 那么第五吃是什么呢 第五吃是我们的鸭汤 哦 还有鸭宝拿上来 对 就是拿骨头去做的是吗 对 就是剩下这边 会去做鸭胎 头也会坐在里面吗 这个 肩膀以上 跟屁股以上 你们都去掉了 对 然后中间全做 后面没有经过特别的处理 那里的品质 会比较没那么好 会比较长一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哇 我以为五吃的话 这里已经四吃了 是吧 没有想到这才第二吃 第一吃还没来 第一吃是啥 我又忘了半成 来 我来一个这个卷 试试 来 自己煎吧 对 不要客气 自己自己来 而且它里面葱段都给我们包好了 这个正好是裂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 葱段都包在里面了 嗯 嗯 酱汁也没在里面了 哇 我们平常自己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 都得自己夹自己 对 对 现在我们这个时候都不弄 全都好拉拉多 哇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大鸭腿 这个是鸭腿肉 这是第几吃里面的 它是蒜在鸭肉里面 因为一只鸭有两只 是和这个一起的 对 它酸在一起的 啊 酸在一起的 啊 酸在一起的 好 所以它的这一只鸭 就够我们一餐了 其实 真的啊 这边还有蘸酱 哦 蘸酱 哦 这个是要蘸酱了 这个不需要是吗 那个也可以蘸 也可以蘸 也可以蘸 好 诶 它的这个是不是甜面酱 对 看起来酸一点 对 我们那个还要黑一点颜色 豆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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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都是菜了 可以 可以 我们连你来尝一下 蘸酱跟金麻酱 混出来的是吧 哦 它是一种混合酱 哇 你这个是金骰头啊 这个好厉害啊 金骰头 真的是 我做北京烤鸭做的 哦 你北京烤鸭也会做的 太厉害了 哇 又来菜了 哇 又来菜了 你北京烤鸭也会做的 太厉害了 我以前有跟个师傅 是跟香港师傅吗 跟香港师傅 哦 香港 那么就是那种烧鸭了就是 烧鹅 烧鹅烧鸭 烧鸭不是拿来烧的 它也拿来烧的 拿来打气的 哦 拿来打气的是吧 做北京烤鸭 用到美国的 这种弄来的强打鸭 比较好 因为它们 吃饭比较多 哦 厚 比较厚 不是 它 油比较多 油比较厚 比较多 你打起来的话 它油跟皮分离的 哦 皮肤和油分离 你觉得这个呢 这个估计也是有这样的吧 应该也是脂肪比较厚的 才能做吧 这种呢 因为就是 好像老外姑怎么爱吃鸭嘛 可能是 他们养的鸭比较 汗一点嘛 哦 在中国呢 已经 还在发育时间 给人家砍掉了 哪来做了 嗯嗯嗯嗯嗯 所以他们的这种 比较肥比较 就会养的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大支啊 这样 来吃起来吃起来 吃吃我们来吃吃这个鸭胸肉 按理说鸭胸肉 肯定是鸭身上最不好吃的部位 对 对吧 胸肉嘛肯定是最不好吃的地方 肯定腿肉脂肪肉肉 这种好吃是吧 给我们快小盘了 谢谢谢谢 这个一般 这个一般 不是 我觉得 这个鸭好吃是好吃在哪里 跟北京跑鸭一样的 好吃是好吃在皮上 这个它是其实皮已经去掉了 只有肉反而就一般了 我觉得 这个里面是有那个吗 我也手拿吧 我看一下 只是它皮换了 对 但是这个它也是里面没有皮的 也是纯肉 这个也是纯碎的肉 也有很多葱 葱是吧 对 所以迎来这里这个三星葱 来试试 鸭的第一次来了 这个是它的第一次 这是它的第一次 这是它的第一次 鸭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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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只鸭就一个舌头啊 这个应该是卤的吧 卤的 卤的 所以这个就肯定不是我们这个鸭子 轻生的鸭爪 那肯定是所有的鸭爪都放在 不是它轻生的呀 肯定都是鸡中的鸭好的 是它轻生的 我们这只就是这一只 它在烤的时候之前就把鸭舌啊 鸭爪啊 肯定都切掉了 对吧 单独去卤的 来来来 还有 鸭子吃完了 总要吃鲍鱼的是吧 鸭子吃完了 对啊 总要吃鲍鱼的呢 赶紧来吧 这个鲍鱼还蛮讲究的 反正我们这个不用抢的 都是一人一份 还切了一包 为了表现这个鲍鱼大 它切成两颗 它知道你一口吃不下 这个诠释的方法 方法蛮好的 很好吃 它加的好像也是那个酸辣酱 也是加的那个酸辣酱 这种做法跟港式的做法一样嘛 就是港式的 其实就是港式做法啊 我也就觉得 所以我来问你 吃这个就是港式的 应该是香港谁来的啊 这个鲍鱼做的很好吃 你鲍鱼会做吗 下次做鲍鱼我会吃 我很爱吃鲍鱼 酸甜的 甜辣酱 这是他们的一种甜辣酱 吃啊 吃吃 这是我们的豆腐 麻婆豆腐 好的 这个下饭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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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客气了啊 我先来尝试了 它特意给我们配的白饭 它这个白饭就是叫麻婆豆腐的白饭 哇 它这个白饭成的很贴心啊 对 而且这一勺浇上去 你看正好把它全覆盖 哇 这不卤肉饭吗 而且它刚才跟我们说 它说如果你白饭不够 你可以再加 但我觉得一般来说我是够了 就这一口啊 对 我可以再加一点豆腐 哇 这不就是鲁肉饭的弄饭吗 可以再加一勺豆腐 再加一勺 那你最高加一勺 哇 你管得真快 想让你吃厚一点 它是用鸭油做的 对 鸭油做的 看着就蛮好吃的 它真的是加了很多麻 真的加了很多麻 又麻又辣 你们让我只加的太多了 只加的太多了 对 它拌的比例应该再高一点 那可以再要一勺 那不 你知不知道 拌的比例可以再高一点 现在就是又麻又辣 哇 哦 还有一个三杯什么东西啊 三杯鸭 三杯鸭 哦 三杯鸭 有这个小沙咕 我把这个菜搞忘了 对啊 我们都搞忘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汁 哦 还有一个汤 嗯 好 谢谢 这个是三杯鸭鸭鸭 哦 这个是三杯鸭鸭 嗯 还有一个汤 好的 哦 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是吗 好 好好好 好 谢谢 哇 汤也来了 好 我拿过来一点 这个就是用刚才的那个鸭架子做的是吗 嗯 里面还有很多肉 然后就做这个 就是这个 慢火关菜包鸭汤 好吃一下 哇 这个里面来 看一下 啊 里面还是有这么多的鸭 鸭架子 好香啊 它那个鸭大了 真的大 它所以能做出这么多 来 给我盛一碗汤试试 谢谢 只要大白菜碗汤 对 只要大白菜碗汤 它这个鸭 其实就是把里面的肉做出来而已 鸭肉其实我过去柴了 其实最好的 最好的 就是汤 就是汤 这个皮 啊 这个皮 汤和皮 这个是整只鸭子上面最好的部位 可以 汤是鲜的 所以 我们这一餐整个的吃下来 一致的评价 它的那个卷 就鸭皮的那个卷出来的寿司卷 那个是最好吃的 同时它的那个鸭皮 应该也是它最好的一个部位 就肚子下面嘛 八块腹肌嘛 对 这个是最好吃的 对吧 然后这一餐 它说是四人套餐 我觉得 再增加 一到两个人都够 够 你如果加一个牛牛 加个小语 加个小语 够 我们肯定是够 对 肯定是够 它的四人套餐量是太足太足了 真的是太足了 对 像我们其实胃口都不算小的是吧 单单是正常的一个饭量 应该是普通女的的一个饭量 我们三个是已经超乎了 普通的三个 普通的一个 超越了 超越了 普通男的的饭量了 所以 再加两个 我们这样的状况 再加两个都够了 所以 真的是 真的是量很足很足 对 然后味道啊 什么呀 整个的确实我吃了以后 味道也觉得非常的不错 当然 同一只鸭子身上肯定有好吃 和不好吃的部位 也不能叫不好吃了 相比之下 那个卷是最好吃最好吃的 相比之下 这一只鸭子最不好吃的部位 就是这个 这个剩下了 它全是鸭胸肉 它和北京烤鸭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就北京烤鸭 它不是 把皮全部都是 把皮都做出来 它可能有 我不知道它哪个部位啊 会切一些皮下来 然后大部分的肉和皮 是连着切的 它是切厚片 这里是把整只鸭的皮 全部都薄片切掉了 是吧 所以它会有剩下的这些肉 像北京烤鸭的话 肉和皮都是连着的 所以我们北京烤鸭的时候 会把肉和皮一起吃掉 这个它只有肉了 我就觉得可能 不是特别好吃了 这是实话实说 整只鸭子最好吃的就是皮 是吧 剩下就是汤了嘛 对吧 行了 那我觉得这一汤也不虚此行 非常非常的好吃 也感谢大家的推荐 樱桃鸭也让我重新认知了一下 以前以为是像樱桃一样大 或者是像什么樱桃妹的 我当时还觉得可能 不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它是英国运过来的 这么大只的鸭子 很好吃 味道很好 量太大了 给一个意见 好了 拜拜